慧宁时间 卢浮宫时钟馆 Bavillon de l'Horloge 这里并不是展览钟表的地方 而是一个对卢浮宫历史的追溯 慧宁喜欢把它当作石棺隧道 从这里我们可以步入展厅 也可以追溯历史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菲利普奥古斯特二世时期的 卢浮宫城堡遗迹 在1190年 也就是八个多世纪以前 正值中世纪 当时的法国国王呢 为了防止由西密而来的入侵 而在巴黎的城墙外 建造了一座堡垒卢浮宫 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从图片上可以看到 人的高度和塔的高度的对比 就可以知道 但是这个防御性的城堡 它的规模了 我们可以说啊 过客匆匆人来人往 到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些断笔餐员 反而是历史的见证了 以前来的朋友 可能都没有到过这里啊 因为这一段呢 是16年7月6日才开放的 所以呢 卢浮宫也是要 尝看尝新 那我们就从石棺隧道 开始我们的卢浮宫之旅 婚宁时间 法国巴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